我们来看我们的凳子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编辑的模型 凳子在编辑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继续去把它怎么样 继续去对它进行样式的改造 样式的改造 我们来看我们的 可以继续对它做样式的改造 这是一个凳子 把它放在我的边上 做一个被子 这是不像的 我们来把它基本做像也行 我们复制一个出来 来把这个改造 怎么去改一样一样一样的改造 我们先来看它的结构的几天或者做样式 这个手练分这个凳子像是吧 我们先来做一些简单的 前面会宽一些后面会宰一些 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对吧 ok 那么我现在说我需要去改变它 后面最少会散一些 这样往里移一点 前面有可能会宽一些的一种状态 这个面后面是不是要宽一点的 这个它 这个它以后移动哪两个边呢 哎 嘴边往左移 右边我们右移 既然它尽可能接近一下我能见到的这个样式 ok 然后它的厚度如果你要觉得不合适 我现在可以非常灵活地做 它稍微调一些 调一些 或者说我给你把它稍微调一些 然后前面这个腿 这个 这个腿的样子是好的 但是它有什么呀 一模样你上这个去哪呢 然后上上这个 这个 你能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上这个东西有圆角 我们把圆角打开 反正镜子能接近我们的什么呢 固体上把它这个稍微稍微再往下 小一些 ok 然后把圆角打开 圆角打开它会变成一个圆 圆柱子样子 开太大了 等它稍微改小一点的 二或者一 三 圆角稍微开小一点 那么这里面的竖子怎么去取舍 只要能保证你模型结构出来的 不要盲目的把它分多 ok 这个比赛看似的样子 然后可以把这个显示关了 对吧 它出来的 就是上面这种高光的品牌 在这也就出来了 看见看一看 各位 那么这个也搞定 那这个腿需要改 是删了还是改 删了 没得及 直接把它复制到对面 然后把它的光影角色打开 这样我打开光影角色的原因 完全是为了可以看到我的物体 比较方便一些 ok 上面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再来看底下 底下这个也会比较简单 也跟上面是一样的 只需要把他们的体态样子 稍微看一看 这是最基本的几个改样 好感的地方 稍微弯一些 往里放 让 慢点去调它 ok 薄一点 要用这个那么厚 可以让它薄一点 可以薄一些 稍微挡位 前面呢 稍微往内 可以 要再来这样子 然后它也会呢 两边检查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调 所以我需要 需要稍微精致一点 把它稍微手 穿在里面 穿在里面 OK 穿在里面 然后它呢 也会开圆角的 把它的圆角也打开 圆角的东西记住了 一旦飞完了就满了 我们看到它也开开 一或者二 一个非常小的圆角 三 控制一下它的角度直 对面 跟这个一样 直接处置一个到对面 处置一个到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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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下 ok 然后放上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稍微像 ok 那边的脚 二 一 或三 大概是这样的 它的双台上 稍微稍微再调 抽远的 看整个结构的样子 抽远的结构的样子 抽近的 看看这些细节 那么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挺好理解的 这些调整都没问题 各位 所有人不是明白才一尊吧 非常简单 就是把它更加具体化 然后它有需要调这个 这个 这个很明显才是什么呢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注意看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倾斜 是不是它相互倾斜了 这个东西 那么 我这根柱子现在可以相互倾斜吗 我需要把它第一件事做什么呀 第一件事把它能编辑吗 对 对 没错 把它变成编辑吗 然后我现在希望它景色 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面往后移一样 是什么的道理吧 但是现在往后移这个状态 对吗 这样的移的话 它会发生整体景色 所以说我现在需要给这个模型加什么呀 线 OK 又记 循环切割 我需要做我的模型加线 现在加在哪里 找到你这种那种转折的那个点 假如是这个点 注意看 假如这个点 我需要去转折 增加 选择上面的这个面 往后移 就是会发生这种倾斜的一个事情 底下是直的 上面都怎么样呀 倾斜 上面是不是发生这样的倾斜 这不夸张 稍微拖回来的 稍微拖回来 OK 大概是这样 然后它还有一个地方 让这个姐姐推回来 推回来以后 这个地方注意啊 这个地方现在肯定是不对的 我的模型里面 模型里面是一个比较圆滑的状态 定量就非常圆滑 我这儿看起来非常的锐 这是一个90 将近90度于锐角吧 最终需要可能做圆滑 真的可以这么多 圆滑是保角度 你们先把它做到这儿 然后我给你们讲一个新的名 保角度 先把这个东西做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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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